香港演员院琼丹因演出周星驰电影里的《女丑角色走红》 不仅香港观众,内地观众也相当熟悉 不论是《糖果虎点秋香》里的《十六姐》还是《九品芝麻馆》里的老宝 她在荧幕前总是不计形象的伴丑 搞笑,没想到她私底下的感情生活和她的作品一样精彩 尤其和僵尸道长林郑英的恋情最为感人 近日她更透露和林郑英过去所发生的故事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院琼丹和林郑英是在1995年演出电视剧《僵尸道长》时相识 随后她马上主动倒追 院琼丹特意从跑马地迁居西贡与林郑英共同生活 在交往两年后本来打算要结婚 但林郑英那时突然发现自己罹患肝癌末期 她就悄悄地搬离了两人的住处 还不允许任何人告诉院琼丹自己的病情 直到1997年林郑英过世 院琼丹才知道所有的真相 回忆起林郑英过世的那天 院琼丹透露 当时发生了一件超悬的事 她说在出门时突然觉得天旋逼转 当时只想躺下来休息 睡住后她梦见林郑英来向她道别 醒来时她的电话就响了 院琼丹表示 那一刻我就知道她死了 1997年 原女在魏亚视拍僵尸道长 但当时被告知已患上肝癌 使拍摄中止 并成为她的遗愿因拍片过度劳累 且林郑英平时喜爱喝酒 在双重因素影响下 引致肝癌 1997年11月8日 应该爱晚期 林郑英在香港九龙盛的 泪撒医院与世长辞 周年45岁 英叔开创了一个经典 僵尸片的美好时代 林郑英对香港电影 僵尸片的贡献永不磨灭 她的离去也标志着香港电影 一个经典黄金僵尸片 绚烂时代的终结 林郑英之后 香港在欧江试骗